8月1日深夜 有网民发帖称在SKP偶遇王石 田普俊夫妇带娃逛街的画面 一家三口保姆同行 罕见合体逛超市 温馨满谢 据偶遇者透露 适逢昨日7月31日北京暴雨 提前下班后 躲进高端时尚百货商场SKP碧雨 起料 闲逛途中竟碰见了王石 一家激动不已 曝光画面中 只见王石推着购物车 跟在太太身后 一旁的保姆 则是照看坐在儿童手推车的小宝宝 得意解放双手的田普俊 认真挑选食材日用品 夫妻两分工明确相得益彰 在收银结账时 偶遇者又再次与王石一行人碰到 田普俊先拍摄镜头微笑回应 备赞性格接地气 近距离目睹王石夫妇真容的博主 不吝称赞70多岁72岁 王石看着状态特别轻盈 可能是经常运动的缘故吧 比丈夫年轻30岁的田普俊 42岁 当天身穿条纹无袖背心搭黑色阔脱裤 或赞腿系的像女星 无意似坠肉 其实他曾在《甄嬛传》中演过敦亲王附近 感叹王石 田普俊保养得意 富贵养人之余 偶遇者还捕捉到夫妇俩爱的结晶 惊讶称他喇啥时候都有娃了 看田普俊身材那么好 不像生过娃的样子啊 透过路人镜头来看 小宝宝乖巧坐在保姆手推车上 不哭不闹 见其身穿一袭 淡色公主裙 扎着丸子头 精灵似公主 评论区有知情人士留言 称他俩的娃有四五岁了吧 记得几年前 还是小婴儿的时候 曾被媒体拍到过 事实上 王石老来的女并不算是秘密 去年冬天还与袁红 张欣义夫妇一起打卡北京环球影城 按照网传 2020年国庆节田普俊卸货推断的话 男男今年确实已四岁 虚岁了 王石一行四人逛完超市后 不出商场门口时 外面人在下雨 老王健壮为太太撑起雨伞 并接过对方的购物袋 跨杯在肩头 贴心至极 一对公婆撑伞漫步夜雨街头 温爱背影浪漫十足 先前 网络上盛传 王石与田普俊疑似婚姻触交亮红灯的绯闻 如今幸福画面令谣言不攻自破 据悉 现年72岁的万科大老王石 共有过两段婚姻 与原配太太王江岁 王宁之女 婚姻三十余载与友谊女王蔚蓝 可惜的是 王石在长江商学院进修期间 现后女演员田普俊 冲冠一怒魏红颜 不顾三十岁年龄差及外界的非议 她近身出户与田普俊中走到一起 相伴十年力争美好的爱情 与金钱物质无关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必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